先春佳节带动了国内外市场对本地榴莲的需求 不过彭亨文东的榴莲园主就表示 去年的行动管制令严重影响了果园的人力部署 导致榴莲园没有充足人手 看顾榴莲树大大影响产量 因此造成这个新年的榴莲市场供不应求 是否农历新年榴莲再度成为 国内外市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 尽管需求增高 但本地榴莲产量却不如预期 来自彭亨文东的一名榴莲园主说 去年三月上路的行管令因为禁止跨州 严重打乱了他的人力安排 导致他找不到足够人手培植和看顾榴莲园 因此和过去几个季节的榴莲产量来比较的话 这一次的收成确实严重减少 几个季节是因为有缺少 我认为我有缺少的有缺少 我认为我有缺少的有缺少 我只能达到40% 比较少的有缺少的有缺少 我能达到 因为当时我开始在那里 我开始在那里 我开始在那里 我直接不可以练到哪里 我直接就不在这里 跟随园主参观了这座四英亩的榴莲园 一望无际的榴莲树却只能看见稀疏的果实 除了产量减少 昂贵的施肥开销也加重了园主的负担 以一英亩的榴莲园来计算 就需要将近两万令吉的肥料 如果不是去年及时转型到线上营业 整座榴莲园可能已经撑不下去 除了线上销售边走边吃的参观榴莲园活动 也多少帮补了一些业绩 而这个季节 云主也放眼达到20万令吉的销售额 除了专注在本地市场 他接下来也会把生意扩大到新加坡 中国和香港等地区